给大家分享一下网站开发的经验 那开发网站的话写代码只是一个流程 除了写代码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环节 第一个你得有idea idea的话就是说你做网站的一些想法 那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你就想你自己需要什么 你觉得别人哪里做的不好 那也就想想我有没有办法做的更好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前段时间我们想把语却这样的一个文档工具的 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知识 要全部导出为本地的markdown 那可能网上我们并没有找到做的特别好的工具 那说不定我们就可以自己做 就是每个产品它会有自己的定位 那如果你觉得别人的定位跟你的定位有偏差 对吧 那说不定你也可以一军突起 怎么有idea呢 就是多刊别人的网站 第二个就是你的产品的原型 就是要做成什么样子 那要有哪些功能 我就以我们这个网站为例 做一个编程学习交流社区 那怎么去确认这个原型呢 我们不可能所有人天生都是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 对不对 就我们可能领感来源于哪 就来源于网上那些知名的网站 肯定是要做充分的调研的 然后我们去学习其他网站比较好的地方 对吧 然后觉得有和我们定位不符的地方呢 我们再去给它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修载和优化 在最前期就是没有任何产品思维的情况下 先把别人抄来 然后你才能超越 对吧 因为你自己本身又没有什么产品的经验 你想从零去设计一个页面 对吧 从零去把一个产品的功能想到面面俱到 这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原型的话 我们怎么设计呢 如果不是专业产品经理的话 你就随便用着这种工具 对吧 偷偷画画 比如说这是什么导航栏 然后底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主页 这个叫文章列表 然后再加一个封策栏 这就是没有经过任何页面设计的原型图 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在折腾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上 除了原型图之外 还要出一个功能模块表 你要先想清楚做什么 比如说出一个索尼导图 或者说一个列表 你看我们编书导航 这样的一个网站 大家猜一猜 需要多少个表 就比如说这个主页 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流 对吧 然后这里不同的type它展示的都是不同的模块的文章列表 交流模块里面还有圈子 然后还有话题 对吧 然后还有打卡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项目模块 然后你像我们这个课程模块 它的开发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对 这其实在我们做产品设计的时候都要把它梳理清楚 对吧 你越早确认这件事情 你的开发成本越低 你后面的反攻的概率越低 那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哪些需求要做 哪些需求先做 整理出一个需求排气表 就是把项目拆分成多少个模块 那每个模块呢 要做什么需求都给它梳理出来 基本上有了这个就完全足够去管理整个产品了 然后做完需求排气之后呢 那接下来好 大家就可以各自开工了 不同改革的同学要参与到这个需求要开发中 那比如说设计师 设计师要出一个设计本 这个测试同学要做什么 是不是要出一些测试的方案和用力啊 对于我们开发同学来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你要出一个方案设计 怎么样运用这个技术去解决什么问题 或者说实现这样的一个系统 最好啊 是出一个文道 就是你要非常明确 而不是说直接上手就写代码 就是像我之前是在腾讯这边做开发嘛 我们偶尔会有这种跨部门跨团队的合作 那这种常识下方案设计就更重要了 因为你要知道你写代码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像我们假如说要调用隔壁部门的一个接口 或者需要隔壁部门的一个依赖的支持 那我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必须要先把我这边需要的内容 去同步给隔壁部门 然后要看隔壁部门能不能给我支持 我要去跟隔壁部门拉齐对吧 对齐这个口径 有一点互联网黑话 可以说这个发案设计 其实在越大的团队中是越重要的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你作为一个实习生 或者说对这个项目 并不得熟悉的前提下 你出一个文档 也可以让更有经验的同学来帮你去确认 帮你去把关 有的时候你不太确定说 这个发案是不是可行的 那你可能就要先写一个简单的demo 第五的就是开发实现 开发实现又包括前端和后端了 如果你自己是前端后端都做 你会倾向于先做后端还是先做前端呢 反正我这里肯定是倾向于先做后端 因为后端它是要做固表设计 要做自端的定义 对吧 要明确接口 那有了后端的接口和定义之后 前端可以直接生成 根据接口文档生成接口的信息 生成调用的代码 那前端的话用什么技术 那就是JavaScript HML CSS 对吧 有了这三个技术理论上 你就能做自己的潜能网站 但是呢 指挥这些你的开发效率是不够的 一般我们还要用Wheel React 还有什么Andular 还有什么Swell 各种各样的框架 开发实现完之后 要进入什么阶段 要做测试 那比如说开发自测 测试其实也叫质量保障 对 测试 然后还有产品验收 第七步就部署上线 部署上线就是把你的网页文件 发到服务器上 让别人能访问 这就叫上线 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时代 你如果是一名程序员 尤其是前后段开发的程序员 你想要找到工作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能够访问的 真实上线的项目 对吧 要让别人知道 你不是在抄别人的简历 你是自己真的做出来了 那怎么才能知道你是做谁了 那就看看你的访问地址 比如说我写简历 我就说我曾经开发过一个 程序员变成交流社区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网站 砸到面试团脸上 然后能让你的网站 在网页上被别人搜到 那这也是一种本事 那等会也会讲说 那比如你的设计优化 还有你的网站性能优化 还有网站可用性优化 网站成本优化 那这些东西就是区分 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成全的水平 因为绝大多数在校的同学 我估计你们就是上线完之后 就不管了 是不是就开始 学习另外一个项目了 有多少同学尝试着 把自己的网站 还再去做一些优化 对吧 使去打磨一个项目 我估计是不多的 就是优化反而是更容易 看出来一个人水平的 网站性能优化 比如说加写中快 用户秒开页面 对吧 这就是一种本事 这个产品本身也是需要 根据用户的反馈去优化的 你要持续收集用户反馈 看到这种网站可用性优化 就比如说 你要保证它24小时可用 对吧 不能说经常三天两头出问题 就一会儿用户登不上了 一会儿用户说哪个功能报错了 网站成本的话很简单 就大家会问说 鱼皮啊 我要上线一个网站 我要多大的这个服务器 然后这个二合四季动不动 四合八季动不动 先不要给自己上太高配置的服务器 绝大多数是浪费的 那像我们如果说发现 这种网站后面很长一段时间 它的CPU利用率 内存利用率都是很小的 那我们就会想着说 能不能多个项目 共用一个服务器 那除了优化阶段之外 还有哪些事情 大家觉得一个成功的网站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用户体验好 能盈利 专业 那这几个都很重要 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 不是用户体验好 也不是说你的产品的功能有多多 而是什么呢 而是真的是要把这个产品推出去 这今天要讲的就是 绝大多数程序员朋友 不具备的一个思维 就是你要把网站推出去 要有流量 你做的这个网站才有意义 就是我看过特别特别多的个人开发者 他做了很好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网站最后死掉了 就是因为任何网站开发都要成本 对吧 如果他没有盈利 如果没有人用 如果他推不出去自己的网站 就他如果推不出去 这个网站迟早会被饿死 对吧 他没有继续的动力去做 像我自己在大学期间也做过很多的项目 做过很多的网站 后面都死掉了 就是因为没有人用 我当时只是一个大学生 对吧 我又没有流量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自媒体 在当时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去推广自己的网站 我又没有钱 对吧 你拿钱都投广告 也可以 所以很多好的产品 他就死在了 没有流量上 这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个网站推广呢 第一写文章 第二个就是技术手段 SEO 搜索眼镜优化 还有那就是花钱 对吧 砸广告 那砸广告这里很坑 不建议一上来就砸广告 你先自己通过发文章 对吧 通过100月读量 能给你带来多少个网站的转化率 能有多少个用户 来验证一下你的这个文章的效果 你要保证这个ROI是赚的 你投广告 加大力度才有意义 对吧 除了推广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绿营分析 那怎么知道网站的使用情况 怎么知道哪些功能 用户比较喜欢的 哪些功能是没有毛用的 那就是需要专业的工具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这样你才好知道网站的改进方向 对不对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程序员朋友 大家经历的应该就只有开发实现阶段 那稍微看过一点我的文章 有点经验的朋友 可能会知道我们要做前期的方案设计 要去做需求分析 要去做这个产品的原型 有年限的程序员朋友 可能会注意网站优化 但是绝大多数程序员朋友 他没有做过自己的项目 他没有当做个人站长 他会很容易忽略掉9和10 因为很多朋友在公司里面 应该就是领导跟你说 你要做这功能 产品跟你说你要做这功能 你是不是就去做了 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内容 有没有想过说 这个公司他是靠什么 把我的产品推出去的 对吧 我相信大多数团是没有想过的 但是我建议 就是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商学 或者说一个项目负责人的话 你一定要除了开发之外的事情 就是多关注一些 这个网站的推广 运营 产品的思维 等等等等 就是你知道这些功能都有助于 帮助你 后面在做一些需求的评审的时候 或者说跟产品battle的时候 去考虑一下 怎么去砍掉这个需求 或者这个需求怎么做得更好 从我们这个需求的价值本身去触发